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在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 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40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道题 这道题呢,是数学 低年级数学里面比较经典的对于数式计算的猜数字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位置都被用大写字母B来代表了 那么它是一个加法 这种题呢,我们需要找的是突破口 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有两个突破口 我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突破口是最简单的突破口 这里 什么样的数字 加上5 再加上一个不知道是禁位了多少 等于0 这里我们要看到,这里到底有没有禁位 当然有,因为前边是3和8 然后呢,它禁位呢 会有一个1在这里 至少是有一个1在这里,对不对 我想问大家,这里的相加做加法禁位有可能是禁位2吗 这里是3,这里是8,这里加起来是2 那么请问3和8这个地方作为第二个突破口 它能加几变成2呢 3加8是11 它想变成2,它要不然是加1,要不然只能是加2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要不然是加1,要不然只能是加11了 但加11明显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个禁位的 这里是有禁位了以后 3加8等于11 11加1是12 12禁位 禁位1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一定是B plus 5 plus 1等于10 所以说我们的B就等于10减6就等于4 这时候我们把通过两个地方 或者说你用这里 或者说你用这里做开始 它的突破口得到的这个B等于4的结果 我们带入原式进行检验 7加4等于11 plus 1 bring1 to the next to the 10th place 3加8等于11 11加1等于12 再bring forward 好了 4加5加1等于10 进1 3再加1等于4 没有问题 所以最后B是4 是digit4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这道题非常有意思 希望同学们好好的多听几遍我的分析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就要来說 我们下期会 我们下期致的 还有下期会 前期会 4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